国健署公布110年最新癌症登记报告,肺癌成为十大癌症发生人数之首,对此桃源长庚纪念医院院长,护西胸腔科主治医师杨正达向TVBS新闻网表示,虽然人数增加,但主要都是在07和17发现,代表民众开始有所警觉,主动筛检找出早期癌,但也强调肺癌除了家族史、抽烟等因子外。 还有不确定的危险因子没有被救出,呼吁政府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解析,找出国内患者的共通点,提早预防。 肺癌发生人数逐年变高,但以发现区别来看,0加17的发现率从109年的13.7%变成111年的35.4%,第二、第三、第四期别发现率则降低,推估早期比率增加, 可能是因近年民众健康意识提升。杨正达表示,人数虽增加,但增加的是07和17的患者,这代表民众比较警觉性,有主动去做筛检,找出早期癌症,零和17治疗有机会痊愈。 且他也推估111年LDCT开始补助,找出来的早期患者可能会更多,但有早点找出来,就是好的。 而对于肺癌的高危险因子,杨正达解释包含有家族史的,有抽烟者,不过还是有不清楚的危险因子没有找到。 因现在已知的肺癌患者中,有不少人没有抽烟也没家族史,他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这些患者,回过头看看有没有共同的环境因子,进行大规模的解析,才能找到台湾本土的癌症原因进行预防。 国民健康署长吴钊军表示,肺癌目前第一期的五年存活率将近九成,但第四期就即降至一成,区别之间存活率差距深大。 目前LDCT低剂量电脑断层是唯一具国际实证,可以早期发现肺癌的筛检工具,透过LDCT检查能够有效早期发现肺癌,降低重度吸烟者20%的肺癌死亡率。 因肺癌早期未必有明显症状,鼓励高风险族群可以定期筛检,才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。 目前有针对肺癌高风险族群提供免费LDCT筛检,只要临时具肺癌家族是50至74岁男性或45至74岁女性,且父母、子女或兄弟姊妹经诊断为肺癌之民众,或是年龄介于50至74岁吸烟室达38年以上。 有医院戒烟或戒烟15年内重度吸烟民众,可知医院接受两年一次免费的LDCT筛检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